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刚满百岁的余老奶奶目前有女儿及外用照料 女儿说妈妈的养生之道就是正常规律的生活作息 其实我们就是一般的生活 我想主要是作息正常 然后饮食 我们几乎都在家里吃 均衡的饮食 跟他年轻的时候都一直有在动 我想大概这几个因素 看到老人家健康又快乐 在卸任前最后一次探访百岁人类的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非常开心 我特别来看几位我们百岁的人类 那也给他们这个自证金牌 还有包括总统的这个敬老状 那这些长辈都很开心 那其实我也很开心 因为这是我任内 最后一次亲自的给这些百岁的人类 给他们自证这些礼品 还有包括我们的敬意 然后看到他们很健康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我们最后一位这个106岁的长辈 我觉得他身体真的很好 不像这个100岁的人类 像那个80几岁的身体 耳聪慕名 我觉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其实这是身为子女晚辈的一个福气 那看到他们这么健康 那也表示 其实我们的社会处 还有这几年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一个照顾 对长者的一个照顾 我们是更全面 然后更周到 那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些长辈 更多的一个服务 也能够把他们的需求充分的反映 然后我们充分的来给予资源 所以也在那边祝所有天下的这些长辈们 从阳节快乐 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 根据金融市政府社会处方面的统计 金融市目前有100位百岁人类 最年长的是112岁 同样住在暖暖区的董喜庭爷爷 65岁以上包含55岁以上原住民的长者 约有7万2000人 占全市人数18.98% 李又昌强调将持续落实老人福利相关政策 打造金融市成为宜居的高龄友善城市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中正区新丰里人口众多 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地点来新建里民活动中心 市府今年透过租用的方式找到合适的空间了 一块来看新丰里民活动中心 扩充空间启用仪式 现场里民事级的水泄不通 新丰里社区居民穿着原住民服饰 载歌载舞迎接新的活动中心空间启用 来我们来 起重开始 3 2 1 居民迫不及待 全都来到活动中心凑热闹 原来新丰新富里人口加起来就超过2万人 没有公园绿地 过去一直找不到新建里民活动中心的地点 经过里长丁丽娜和市府协调 最后采取成都的方式 让里民有活动空间使用 跟别的社区不一样 我有七大社区 两小社区 八户的店面 就只要这样子 所有都是封闭式社区 所有人都走不出来 所以我们建议活动中心活化 市长一直说活动中心要活化 所以这样活化出来 我们这边的人口量来讲的话 有八千多人 但外来者有一万多人 所以将近有两万的人口在这个地方活动 但是我们没有公园 我们没有休闲企业的地方 我们就靠里民活动中心 但是活动很小 所以在扩充这个区块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样的空间 里民在使用上其实都非常方便 而且会比过去如果新建化 这个时间会更长 所以我们市府现在正确说 如果女民放心 如果能用租用或购买 我想这部分我们来鼓励 来这样子来推行 重阳敬老 新封礼热闹举办重阳敬老活动 准备了瘦陶蛋糕 和长辈们分享 金融市长林又昌 名政处长王于生 中正区区长吴国伟 也到场一同主持启动仪式 那我们根本就找不到地方盖这个里民活动中心 后来丽娜姐一直争取 那我们浩瀚议员也很聪明 那我们这个处长跟区长也都支持 我们后来就有一个想法 如果没有办法盖自己盖 如果要盖要买地 然后又要自己盖 时间要很长 然后还找不到地 这边周边全部通通盖满 也找不到 所以后来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想法 与其自己盖 不然我们就会用租的 而移民署配合重阳敬老 金融市服务站也邀请了新住民一起做蛋糕 现场也有疫检提供有感疫苗注射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国道客运9026线11月起 将由新的业者接手 传出减班和更改路线 不停靠南港转运站 令通勤族相当焦虑 民进党基督市长参选人蔡世应 与交通部协调后 承诺9026绝对不会停驶 路线班次和服务品质也不会变更 国道9026线 10月底符合客运接手后 传出业者有意变更路线减班 引起了通勤族的焦虑 新的业者能够确定上路之前 仍然要要求现在的首属客运的业者 能够继续持续教训 那先前也有谈论到说 有一些班次会减少 或者是站点会改变的这个问题 班次会减少的重量因素 其实因为是疫情 其实在疫情之前的班次是非常多的 那现在我们都还算在疫情之后的这个减少的班次的这个状态之下 那现在我们可以维持的就是现在现有的班次都不会减少 那其实非常多的民众没有从司机那边提到一些声音 所以也一直努力来跟国人这边联系 希望蔡世英伟人能够协助让9026维持任何疑命的状况 那在这两年疫情过去之后 目前的疫情慢慢稳定 那大家也不准备去正常的上班 我们跟蔡世英伟人也持续的跟教统部 希望说可以来协助这个9026的班次 可以继续符合大众的需求 因为大家如果早上有看的话 就知道我们9026大城的民众是非常非常多的 据传新的业者接手后 路线将不停靠南港站 经过立委蔡世英和交通部长黄国才协调后 交通部做出了承诺 新的营运商还没有接手之前 这条路线不会停止 会继续的走下去 第二件事情 因为路线的行驶过程当中 造成首都客运亏损的部分 那交通部会另外额外的补贴现有的营运商 那第三个 这是我特别有跟交通部长提到的 那新的团队什么时候能上手 以及新的团队的服务品质 这两件事情 要经过 要经过金融市政府在这边做最后的确认才可以 也就是说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新的营运团队何时能够上手来接棒 以及这样的服务品质 要由金融市政府这边做最后的确认才能够上手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包括我看到有林沛祥 林副议长或者几位议员 都有表达说服务品质会不会降低 路线会不会变更的等等问题 我在今天都有跟部长就这件事情 来提到这些事情的讨论 那我的主张是 原路线原服务品质不应该被变更 原路线原服务品质不应该被变更或下降 那这个部份部长也听懂我的意思 他也会来跟我们的后续的单位来处理 蔡欣强调 他会持续向接手业者沟通 维持原来的服务品质 让疫情结束之后 才能够创造乘客和业者双赢的局面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去年停办一年的长庚医院建走活动 今年恢复举办了 现场准备了上千份的摩彩品 让民众摩彩 吸引了上千位民众 惜家待见 扶老惜幼的大步向前走 跟着老师做体操 就长庚医院在秦人服务院区 举办了建走活动 出发前大家舒展筋骨 准备热身 现场性超过千位民众参加 去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曾经停办一年 但是我想现在疫情已经比较趋缓了 那大家 国门也已经开放了 所以大家对正常生活的 期盼非常的殷切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 这样非常有意义 那我们也鼓励大家都 都走出户外 然后注意自己的健康 那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 也鼓励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疫的 一些基本动作 譬如说要多洗手 戴口罩 然后要保持一点社交距离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健康快乐度过这个疫情 长庚医院照顾民众健康 每年都会举办建走活动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了一年 今年疫情趋缓 民众参加踊跃 活动准备了上千份的摩彩品 鼓励民众多运动 10月中旬的时候 入境就会变零加期 也就是说入境之后就自主管理 那11月很有可能 可能蔡委员可以补充一下 11月很有可能 户外把口罩拿开 不是只有讲话才可以把口罩拿开 所以未来慢慢慢慢慢慢的 我们的这个疫情会慢慢解封 那在解封之前的时候 如果大家能够的话 还是记得小朋友 至少打一剂疫苗 那我们成员人年长者 如果可以的话 第四剂记得去打 防重症不是防感染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相信明年 明年的春节的时候 我们大家可以拿下口罩 过个好好的年 民众扶老稀幼 前往前湖见走 面对接下来 口罩令即将松绑 立委参声音说 疫情趋缓 但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疫 随着疫情的趋缓 那其实我们整体的防疫政策 也做了改变 那目前政府的规划 是从10月13号开始 未来陆出境改成0加7 那这样子对我们整个生活来讲 会有非常大的方便性 所以事情这边也特别在通知大家 那未来0加7也代表 我们的国人出国入境之后 他的管制是更加的减缓了 那就是强调自我健康的管理 那未来可能在11月或12月的时候 对于户外的活动 政府也有考虑要放宽更松的措施 也就是所谓的 可能户外不用戴口罩 但是还没有做最后的公布 那我相信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要回归正常的生活 回归正常的生活 大家的生活才会一切正常 那事情还是要感谢这两年多来 全体国人 为我们一起 为着共同来抵抗疫情 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努力 鸣枪后正式出发 队伍声势浩大 现场还设有器官捐赠等位叫宣导摊位 民众用健康运动来迎接 艺后的生活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金融市中山高中股中部 大德分校词汇班 专门收容安置弱势学生 金融国际统计会会扫联谊会议 和金融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前往致赠3万元 社福金感谢也协助大德分校 照顾这一群弱势学生 中山高中校长郑玉成 特地陪同基隆国际统计会 会扫联谊会一行人 参观国中部大德分校 安置学生们的居住房间和活动空间 并且说明大德词汇班的 陪伴关怀教育理念 基隆国际统计会会扫联谊会 在理事长刘碧珠带领下 和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制赠3万元社福金 感谢也协助大德 照顾这群就读词汇班的 弱势学生 有二十几个小朋友 我们是不是来做关怀 所以我们今天就 热心的这些会扫 大家一同一起 来跟大德国中的小朋友 做关怀 就是我们是 一点点微薄的心意 我想说 可以唤醒社会的人 多多来这边来做善款 来做这边关怀这些小朋友 所以今天特别陪着 我们会扫联谊会 来到我们大德国中的 词汇班 来去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学生们 那我们除了来帮助他们以外 其实也希望来更多的社会大众 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很多的学校 都有一些弱势的学生 他们也很需要大家的帮忙 所以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共襄胜举 大家来一起帮助这些弱势学生 让他们拥有更好的教学环境 能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 对于基隆国际统计会会扫联谊会的帮忙 中山高中校长郑玉成 由衷感谢 这个机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孩子 政府已经做了不少 包括他们的生活区域上 我们都能够做到基本的照顾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照顾的事情 能够做得更落实 让孩子们有更幸福的感觉 今天要特别谢谢大家 目前大德词汇班总共有25名学生 欢迎社会各界一起来关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此云寺药师佛店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木科解王的辉煌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参拜 感受伐喜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救世员杨秀玉特地结合与民同心关怀协会 制赠了两万一千元的慰问金 给七肚区一位蔡姓弱势民众 协助他渡过难关 蔡姓民众因为丧夫 又要照顾两名幼儿 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民众向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反映后 杨秀玉特地结合与民同心关怀协会 以及会员们个人 制赠总共两万一千元的慰住金 帮助七肚区这位蔡姓弱势民众 协助他渡过难关 除了协会给五千年的补助以外 另外会员有十六个人 坚持了一万六 总计是两万一千块 来补助这位蔡理事 家里的陷入困顿有两个小孩子 等于就是说房子都是用住的 所以我就是请我们这个 与民同心关怀协会 我们的杨理事长 来请给他们协助 那谢谢他们协会的这个 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协会的协助 来给他释助的关怀 蔡姓民众则是非常感谢 与民同心关怀协会 和市议员杨秀玉的大力帮忙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根据统计 今年迈入18岁的基隆市民有3062人 基隆市政府特别选在 知名景点和平岛公园 举办成年礼活动 全市11所高中职超过百位的同学 热情参与 在国际级的地质景观公园里 进行实境解谜 欢庆这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在大家的祝福声中 宣告我们成年了 金融商工学生代表 在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面前完成宣誓 这是111年基隆市成年礼活动现场 全市11所高中职超过百位的学生 在风光明媚的和平岛公园 宣告自己正式迈入成年 选择在金融致命景点和平岛公园举行 就是希望让金融子弟在成年后 能更深入了解家乡之美 同学们他们即将在转换的人生舞台 不管是就业或是继续升学等等 所以这个的活动对他们来讲 成年礼是一个值得回忆 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市政府事实上在每年都有特别 为这些学子们来想一个成年礼的活动 包括田辽河的路跑 包括我们海洋的巡礼 包括我们去登吉隆宇 甚至登最高山我们的江子辽山 还有我们的道轮炮台等等 那这些都会特别有意义 那今年我们来到和平岛公园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风景区 那也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地址公园 那我想藉由这样在这种 有专人的解说以及深度的一个探索底下 对我们的学子来讲 对我们基隆地方的特色 也会更深一层的认识 对他们这个成年礼的活动 我想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包括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年代表 及市议员何淑萍等人 都出席这一场成年礼仪式 身兼金融市体育会自行车委员会主委的 何淑萍期盼同学们 说了学会对自己负责 未来也能成为推广基隆观光的尖兵 因为未来你们会去各个大学 然后去各个大学 也可以趁由今天的成年礼 你们认识我们和平岛的这个地质公园 你们可以透过今天的解说 然后去跟你们这个大学的朋友说 我们的家乡有多美多美 至于成年后最想做的事 有同学说是去考驾照 又同学期盼面对学策能有好成绩 考驾照 因为想要骑车啊 想要骑车出去玩 我也是啊 我也是 也是要去玩 考驾照 可是要看能不能考得过 应该不行 然后呢 为什么要考驾照 因为比较方便 成年 我想要把学策考好 主办单位 金融市政府名证处方面 也安排同学分组 在和平岛公园 著名的地质景观 十大守物园 进行实境解谜 用愉快的心情欢庆这个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过难成年了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新竹街口工程师渔修赛季持续推动基层运动扎根计划 球团以新竹为出发点 持续关注国内的基层篮球 来到基隆回馈正兵国中安乐高中与国立基隆商工 工程师总教练林冠伦 带领队长李嘉锐 和队员朱云豪 林明毅 组成了基隆帮 返回基隆母校 和学弟妹进行互动 就邀请学弟妹一起投篮互动 队员和学弟妹进行职业分享 用自身的经验鼓励学弟妹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然后我们756工程师 能够回到我们基隆篮球发源地的学校 然后正兵国中来做一个回馈之旅 那其实在这一趟活动里面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提醒所有的学生 然后跟所有的人就是无望初衷 因为能够把自己将来所得到的东西 然后回馈给最基层的学校 然后帮助我们国家的这些学生幼苗 然后能够有更好的运动环境 活动在正兵国中举行 过去承受林冠伦总教练 直教的安乐高中 女兰也一起加入 林冠伦总教练 在执教工程师前 是担任正兵 吉安乐高中 女兰的总教练 在转站直安之后 也是首度公开返回母校 直安球队造访基隆 受到全校师生热情欢迎 学生排队领取签名海报 校方也致政感谢壮 这次的活动当中 我们了解到 让同学了解到 在事业有所成就的时候 能够饮水湿源 回馈互相基隆 第二 在活动当中 也让同学了解到 职业篮球 是一个高压力的行业 那我们结合了辅导活动的 职业达人的课程 让同学认识一个 新兴的行业 第三 在这个活动当中 结合了捐发票 做公益的活动 也让同学知道 随时随地 都可以做公益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的设计我觉得 你的设计我觉得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行…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怎么这样 有追剧有视讯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 要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